全磁牙的缺点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倩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随着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呢 全磁牙呢 在生活中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有的人会说全磁牙到底有什么缺点 任何一个修复体呢 肯定都是有它的优缺点 那么全磁牙来讲 它的优点是远远大于缺点 所以呢 全磁牙只要进行后期 好好的维护 注意口腔卫生 它几乎是没有什么危害的 那么我们以前的修复 大部分都是采用的是金属的材料 那么金属材料在口腔内的应用 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么全磁牙在口腔中的应用呢 它的物理性质期是偏中性的 和我们口腔组织 有着这个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但是呢 全磁牙的这个后期的护理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重视后期的护理 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像全磁牙呢 和我们的鸡牙之间 是比较容易留存一些菌斑 包括食物残渣的 那么这个口腔的清洁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全磁牙之间的临间隙 就需要用牙线来定期的去清洁 那么还有就是做了全磁牙以后 我们不能吃太坚硬的食物 虽然全磁牙的硬度非常高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力量超过它的这个硬力范围以后 也会发生崩磁的现象 而且由于我们刚开始香了全磁牙以后 我们的牙间位置其实和香牙前是不同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缓慢进食 以免不小心咬到了唇甲舌等